蘑菇湯 買了兩種蘑菇, 白色和啡蘑菇 其實可以買一種蘑菇, 用完一種蘑菇 用完啡蘑菇, 沒什麼所謂 這裏大約650克 其他材料需要的一粒乾蔥, 兩粒蒜頭, 半個洋蔥, 一盒雞湯, 忌廉一盒, 紅酒, 牛油 牛油大約切二三克, 差不多 紅酒大約一杯, 到時看看水份的情況如何才決定 喜歡可以加多一點湯, 加多一點水 餘下的東西就是鹽, 黑椒, 香草 香草會是Thymes, 百里香 還有Pasley, 番茜, 就是這樣 蘑菇稍微用水, 沖一沖, 面頭的髒物和沙石之類 然後清乾水, 切片就可以了 切片就可以了 洋蔥, 半個洋蔥, 切碎 切成小魚 接著最底的根, 要不要切碎 切成小魚 然後切成小魚 完成 乾蔥一粒都切碎 和切洋蔥相似 乾蔥又完成 蒜頭兩粒 攪拌一攪拌一攪拌 首先切片 然後剁碎 蒜頭一攪拌 蒜頭又完成了 牛油 牛油 我要大約二三十克左右 切定一點 方便一陣子煮食用 這碗牛油不是用完 因為今晚我除了煮這個湯之外 另外一個菜也會用牛油 所以切定 時間 百里香 撕掉所有醃 一定是用不完的 用不完的 我會放在冰箱 開始煮湯 燒熱鍋 下橄欖油 先下乾蔥 下洋蔥 下蒜頭 炒一下 炒至香噴噴 將蘑菇放進去 炒香 都相當多一下 所以用心 慢慢炒一下 炒一下 一邊炒一下 一邊會縮 下大約一大茶匙 煮到的麵粉 煮均勻 然後蘑菇會慢慢慢慢出水 下紅酒 大約兩杯 自己看著水分 想多一點水 加多一點 然後下一盒雞湯 覺得不夠水分 可以加點水 這樣便要煮滾 炒一下 一滾之後 就收小火 蓋上蓋子 讓它慢慢煮 起碼都煮到五至十分鐘 加少許鹽 大約一茶匙 加一點胡椒 試一試味 試完味之後 就可以蓋上 慢慢煮 煮到蘑菇淋 淋不完 大約煮五分鐘至十分鐘 你自己看看情況 蘑菇淋不完 之後 就可以用一個 攪拌爛 你可以用座桌 岸頭的攪拌 但不好處 就要放冷 才可以放在攪拌 這一款 攪拌就比較方便 不用攪拌 關火 就可以慢慢攪拌 攪拌到 蘑菇全部好均勻之後 然後就可以開火 最慢的火 再加一盒忌廉 將忌廉和蘑菇湯 混和 看到很滑 看到沒有 又再試一試味 看看夠不夠味 可以加牛油 30克左右 這處放兩塊 差不多 牛油 等它融化 混和 湯裏面 就完成了 將時間 灑下去 少少就夠 大約一茶匙 到兩茶匙之間 完整 炭 中間放一塊 Pesli 翻篩葉 我今晚的晚餐就是香煎格寧蘭深海比目魚配檸檬牛油汁 這個這麼棒的蘑菇湯做前菜是否沒得頂呢 我開餐啦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